财政部的官员武安 可不可以请部长 一位好 部长你好 这个有关 我看到有委员提到什么囤屋税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还是误本 误本的意思就是回到最原始的这个基本面 十价课税了 其他的都是过渡性的 对不对 你用十价课税先建立好你所谓的税基 再考虑税率的问题 再考虑政策性的问题 如果这个税基都已经核实 然后还出现一些炒作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处理税率 可能会比较合理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共同努力 是怎么样让十价课税这个工作呢 能够落实 我也不希望看到说 因为我们宪法规定 硬把土地跟房屋拆开来 然后就导致不能课税 我觉得这个是技术性问题 我们都可以用技术性解释 甚至大法官会议解释都可能 都可以 总而言之 我们还是就是落实 非常结实的去处理 那地方政府不愿意提高税率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们财政部还是有办法 也就是在财政收支划分 或者在补助款这方面呢 我们真的是要落实地方自治的精神 他不能老是仰赖中央政府 然后自己去做好人 对不对 地方政府是可以课税的 可是地方政府不愿意课税 然后要求中央政府来课 我觉得这点啊 我们当然啊 这个是有很大的政治心理 我们的想法就是委员的想法 对啊 我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啦 那我在这边都好奇一点 现在考虑这些 不管是奢侈税也好 或者是 有些委员谈到存屋税也好 我们是不是容许 特定的企业 他在业务的项目里面 就涉及房屋的买卖 而且他本身就可以做一个 房屋的持有者 不动产业 他就是做房屋买卖 对啊 对啊 那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设计这么复杂的税制以后 他们会不会有任何的反弹 因为举个例子 一个一个以不动产业 甚至保险业 他有大量的房屋出租的房屋 他有大量的房移 那是不是他变成所有的房屋税就要提高 他如果真的要提高的话 那他面对的很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不是要把这个租金要转嫁 转嫁到租金上面 所以我刚刚有讲 这就是议题的两面 你如果对有租赁所得的人 又要量能磕税 他有所得要高 但又转嫁 又转嫁到弱势 弱势者的身上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涉及到 还涉及到产业的发展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从 房屋的 好像所有的房子都是个人持 家庭家户持有 他其实是有产业在那边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种产业打消掉的话 好不好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想这边有一些 想要先这个询问的地方 就是公股管理 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公股 这个有没有相关的统计 它的市值是多少 你说公股事业是吧 对 就是现在财政部你掌握的 在你的 全国一造 全国 市值一造七千亿 你认为这四兆一千亿 我们上次已经争执过 这一兆七千亿怎么用 那你也知道我们有钱偿负债 就是我们现在年金改革 国家有钱偿负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革成功 所以我们还有十五兆的 潜偿负债 这一兆七千亿去抵 那个十五兆也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这个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它都是 就是它有存量的概念 因为这个钱偿负债是一个存量概念 它把流量把它变成限制化 变成存量的概念 你手上也不过就是流量 就流动性的资产的话 也不过就是一兆起 就是这种限制 假定能够按照现在的价格卖的话 所以 我宁可 把我们的这些公股 视成为国家长期 钱偿负债的那一部分的一个 一个准备 我不愿意 变成每一年 我们国家预算里面的一个 经常性的一个收收支 那么 所以可不可以把将来 可不可以请财政部这方面提供给我一个 详细的名单 可以 第二个 我们还有一些公股啊 国营事业呢 国营金融机构呢 还没有试股 还没有民营化 也没有公司化 而公司化有了 没有民营化 或者是没有 有股权还没有在市场上流通 譬如说台银 台银有没有可能 让它的上市 其实有政策任务的上市很困难 像台银我认为上市就很困难 嗯 为什么 因为它负政策任务 它的盈与被政策 轻死掉了 大家知道这个 你认为它的价格会偏低吗 对 它的股票 大家知道它不会 它配股配息很低嘛 它赚钱不够嘛 它的盈与都被18%啦 或者其他政策任务轻死掉 这是在另外一方面 是 台银因为有国家 如果它的股权超过50% 以国家掌握的话 隐含着是国家的保证 所以它的风险相对的 它倒闭的风险相对比较小 这就是当初吧 三商移民营化里面 大家没有考虑到的 一方面它本来是国家 是去做全职的保证 因为它是国家持有的 现在 然后把它民营化以后 它其实 它就马上面对倒闭风险 所以它这中间是有trade off的 我只是想请教 有没有这样子的考虑 就是我们现在几个 土银 台银这些公司啊 有没有可能让它 把它的股票上市上跪 当然大概是上市的 不会上跪的 我想 我认为有政策任务的 大概就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不能把台银 我们的金管会 不是想把台银变成 不是台银啦 希望台湾有银行 变成像新加坡的DBS 新展银行 为什么台银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变成新展银行呢 它如果要 它必须股票要能够流通以后 它才有这个机会啊 不是吗 可能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了 那您认为 台湾的新展级的银行 台湾的新展级银行 不可能是台银 也不可能是土银 我觉得 如果就我的来 就我的观点 这八家里面啊 比较有机会 来发展成这样大的银行的 可能是赵凤金 赵我的看法 因为它的国际业务相关的 其实没有关系 其实不觉得 我觉得你今天让银行金融业活化 国营的金融业活化的话 让他们放出去 让他们跑嘛 让他们跑嘛 那社会 市场本来就可以去评估 它有没有一些政策性的限制 而导致它的获利的这个伤害嘛 这个是市场可以去评估的嘛 对不对 我们何必去扮演市场的角色呢 但是我们至少要让它 开始能够动啊 所以我本习哈 还是希望可以用一种 比较 比较活泼的 灵活的方式啊 来看待 不要先验上面就认定说 啊 因为它是政策性银行 所以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把它限制住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政策性银行 应该做的是像输出入银行 当然它是不是银行也是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要做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比如说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 我们把它变成金融机构 政策性 这个OK 我们甚至应该做国家级的开发银行 国家级的开发银行 配合刚刚提到的 我们到这个中南美洲区啊 到其他世界各个国家 去协助开发 这个都OK 所以银行就让它去做 它应该有的工作 那你有政策性的配合 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股权掌握了嘛 好不好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啊 再请问一下 还有两个问题 但是我怕时间不够 我先请教一下 我们的两岸的租税协议 现在进行的情况如何 是 这个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两岸租税协议 差不多谈到全部都有共识了 现在我们正在要寻求各位委员的支持 然后寻求台商的支持 寻求各方包括会计师 记账室的支持 我们后续大概就会陆续来做 还没有开始寻求支持啊 已经开始了吗 还没有开始 事实上台商的部分我们已经开始了 已经派人到大陆各地的台商都去宣导了 然后这边台商的大会 我们都去派人去宣导了 您认为 是 租税协议以后对于国内的财政的收入而言 有什么利弊得失 租税协议不是为了财政收入 是为了避免双重课税 它是为经济发展的 为台商 只为了避免双重课税吗 我们的名称就是避免双重课税 我当然知道 但是在协议的过程里面 我们总希望 就是那个课税的这个主体啊 是由我们来能够取得的 再分配这个 课税权 课税权的分配 课税权你怎么样去决定 它应该由谁来课 这才是重点 另外税率 降低税率 没错 所以本期想请教 您知道我们到大陆去的投资台商 现在有多少的人 多少的金额 一般是认为大概超过一百万啦 是 金额呢 金额 我们实际大陆所的 金额我们到大陆投资的哈 大概 对不起我本来是 大概一百六 一百六十几亿美元啦 投资啊 一千多亿 我先把一个结论讲一下哈 嗯 我这边统计哈是呃 应该有应该四百多亿哈 四百多亿啊 美金啦 但是我想要讲的是什么 最后一句最后的问题是 我们其实从大陆 现在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里面 来自于大陆的所得 是完全不够的 是非常低的 是 所以本期是希望透过租税协议 你确实能够增加 那这方面的税收至少在分配上面 所以本期希望看到财政部 在这方面的评估 好吗 谢谢